大家好,今天分享散文 女人真正想要的是什么? 国王亚瑟被俘,本应被处死刑 但对方国王见他年轻乐观,十分欣赏 于是就要求亚瑟回答十分难的问题 如果答出来就可以得到自由 这个问题就是,女人真正想要的是什么? 亚瑟开始向身边的每个人征求答案 公主、牧师、智者 结果没有一个人能给他满意的回答 有人告诉亚瑟,郊外的阴森城堡里住着一个老女巫 据说她无所不知,但收费高昂,且要求离奇 期限马上就到了 亚瑟别无选择,只好去找女巫 女巫答应回答她的问题 但条件是,要和亚瑟最高贵的武士之一 他最亲近的朋友加温结婚 亚瑟惊骇极了 他看着女巫驼背丑陋不堪 只有一颗牙齿 身上散发着臭水沟难闻的气味 而加温高大英俊 诚实善良,是最勇敢的武士 亚瑟说 不,我不能为了自由强迫我的朋友娶你这样的女人 否则我一辈子都不会原谅自己 加温知道这个消息后 对亚瑟说 我愿意娶她 为了你和我们的国家 于是婚礼被公诸于世 女巫回答了这个问题 女人真正想要的是主宰自己的命运 每个人都知道女巫说出了一条伟大的真理 于是亚瑟自由了 婚礼上 女巫用手抓东西吃 打嗝 说脏话 令所有的人都感到恶心 亚瑟也在极度痛苦中哭泣 加温却一如既往的谦和 新婚之夜 加温不顾众人劝阻 坚持走进新房 准备面对一切 然而 一个从没见过世面的绝世美女 却躺在她的床上 女巫说 我在一天的时间里 一半是丑陋的女巫 一半是清晨的美女 加温 你想我白天变成美女 还是晚上变成美女 这是个如此残酷的问题 如果你是加温 你会怎样选择呢 当我把这个问题 问到我的心理咨询师 认证班的学生 同学们先是静默 继而开始热烈的讨论 答案更是五花八门 不过归纳起来 不外乎两种 白天是女巫 夜晚是美女 因为老婆是自己的 不必爱慕虚荣 另一种选白天是美女 因为可以得到别人羡慕的眼光 而晚上可以在外作乐 回到家一团漆黑 没丑都无所谓 听了大家的回答 我没有发表意见 只说这故事其实有结局的 加温做出了选择 大家纷纷要求我说出结果 加温回答说 既然你说女人真正想要的是主宰自己的命运 那么就由你自己决定吧 女巫 终于热泪盈眶 我选择白天 夜晚 都是美丽的女人 因为你懂得真正尊重我 所有人都沉默了 因为没有一个人 做出加温的选择 我们有时候是不是很自私 以自己的喜好去主宰别人的生活 却没有想过别人是不是愿意 而当你尊重别人 理解别人时 得到的往往会更多 要真正做一个受欢迎的人 就必须掌握三大法宝 理解 尊重 信任 好 刚才分享了散文 女人真正想要的是什么 感谢收看 感谢观看